楼浮山下巴黎有大约10人 怀疑吸入不明气体不息 无需入园 知识指警方曾经通知村长 附近的青山靶墙会有催泪烟训练 柳豪听报道 消防派出多格救援车亮度场 下午4点多 消防接报说楼浮山下巴黎 近鸭仔省事多 有大约10人怀疑吸入不明气体 有人当时正在下巴黎的泰国庙拜神 为什么这么痛的 我眼睛很疼 下巴黎村村长说 过往都试过闻到奇怪的气味 很多村民都说感觉到 表面好像很火烧 另外流眼泪水很严重 不是常常会有 但是今次就比较严重了 闻到意味的地方附近是一些钓鱼场 假日的时候不少市民都来这里钓鱼和看日落 今年独月 刘浮山也都受到不明气体吹袭 七个人不舒服 保安局之后确认当日警察机动部队 在青山靶墙进行行常训练 曾经使用催泪烟 翻查政府公告 青山靶墙今个星期三 朝八晚九举行实弹射击练习 消息说机动部队又进行行常训练 亦曾经有催泪烟训练 事前通知村长 有线电视记者刘浩廷不道 一手掌握有线新闻 本集在天地的油缘 请注意 narrator 训练